針對死刑事件限縮適用範圍的結果 演藝圈的大姐大白冰冰 開直播 左批廢子團體 右嗆大法官 因為愛女白小燕的私票案 白冰冰不止一次公開反對死刑 如今三人七名死刑犯 主張死刑違憲申請釋憲 最後有條件核仙的結果 不僅白冰冰不滿 各界雜音不斷 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結 署罪嚴重 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 正當法律程序要求這情形 大法官認為 死刑核仙前提必須要符合 兩勾約情結最嚴重之罪 以及在最嚴密的正當法律程序下 才能判處死刑 而各級法院何一廷 如果判死必須全數以制絕 同時在被告行為及審判時 如果心智缺陷則不得判死 另外被告還得從一開始接受偵訊 只要有辯護人在場 並陳述意見 進到第三審後 則必須強制辯護及言辭辯論 層層核仙關卡 提高判死難度 形同實質廢死 當成爭扮白小燕案的侯友宜 說出重話 我們當前的社會 不應該為加害者 找過多的理由跟機會 為了推動你們的黨綱 造成整個社會的傷害 這是台灣最大的損失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針對死刑事件結果 向著政黨開炮 立院民進黨團 也將針對判決意旨 做出程序補強 民進黨團絕對會在 這個後續的司法方面的修法 然後針對憲法法庭的要求 我們一定會是全力以赴 法界人士認為 死刑雖然不違憲 但在種種保護條款下 未來法官要能敲下判死法垂 難度恐怕不小 民進新聞綜合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